歡迎大家收看數學三分鐘 很久都沒有拍過我的影片 今天講解一下 一個叫結網計算法 這是什麼來的呢? 例如12乘34 如果你不用計算機,可以怎樣做呢? 給你一個例子 給你看一下 12我們就畫三條線 第一條呢 就這樣畫 第二條呢 和第三條我就這樣畫 代表這個是 12 OK 那如果乘34呢 就 這裡 畫三條 就代表34 那三字 4呢 就畫四條線 然後呢 我們數回雙膠點 這樣就可以算到答案了 這裡有三個膠點 一個,兩個,三個 所以呢 所以呢 百鬼數呢 就是三 那這裡 有幾多個膠點啊? 這裡一個,兩個,三個,四個 一個,兩個,三個,四個 一個,兩個,三個,四個,五個,六個 四個加六個 即是十個了 七個,八個 那這裡呢 就一個,兩個,三個,四個 五個,六個,七個,八個 這個八個 這個八個 那如果你平時呢 12乘34 你可以得到什麼呢? 零 三二餘六 三一餘三 四二餘八 四一餘四 是不是? 是這個八 這個十 這個三 那呢 十我們當然要盡位啦 所以呢 這個變成四了 即是說 答案是 四百 零八 那這裡呢 我們也知道是 這個一 撥過去呢 就四百 零八 OK 那當然啦 這個呢 要盡位啦 是不是? 好 試多一條給你看一下 一 一 二 成 二 二 三 那會得到什麼呢? 我們首先畫 一條線 代表 一 另一條線 代表 一 那 就為之 一一二了 OK 好 那 然後 二二三 那怎麼辦呢? 兩條 兩條 三條 代表 二二三 OK 好 那 數點了 一 一 二 兩 這裡 一 二 三 四 四 點 這裏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點 不用進位了 這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所以答案應該是二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OK 那 如果平時我們值息是怎樣的呢? 一 一 二 乘二 二 三 補兩個零 然後二乘過去 四 二 然後補一個零 二乘過去 四 二 三 二 六 三 一 三 三 一 三 那你可以得到呢? 七 九 四 二 所以 很神奇 這個方法我覺得挺好的 推介給大家啦 拜拜 拜拜 第二